一朝共生命就在想要 鼠声一起沉年少 要不做烧鸡 我记得你在西北的时候给我做过几次 香而不腻 回味无穷 正好有鸡吗 钟月 既然你想要做烧鸡的话 不如你出去找一只 把他抓回来 其他的菜我跟桑琪想办法 行 去吧 桑琪 不然我们做糖藕吧 糖藕 二叔做了些桂花酱 配上藕 刚好 你故意的 这个糖藕也就糖皮那层比较好吃 里面吃久了也会决定 就像丝叶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 相处久了吧 闹心啊 糖藕是不是太素了 不会 对 配上涂蜜香刚好 好 不行 不过赵燕老就只会记得送酒的卓鸣 但记不得做菜的桑琪了 本末倒置 不可 不可 公子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 桑琪 这是什么 西域的孜然 西域的孜然 此物上好啊 当时我就是用脆皮乳羊把燕老给勾勒出来 这次有了这个力气 我定能让它魂牵梦绕 天天都想要这一口 让它暂就会是围图了 还是你等我啊 还是你等我啊 一定没问题的 那让我们祝小姐一臂之力吧 好 现在就开始 四爷 你切肉 周永远负责备餐 随便给我打下手 你们两个可要好好表现啊 我就不在这儿捣乱了 你别在这儿待这儿了 你别在这儿待这儿了 你们在干什么 你别在这儿待会儿 阿姐 我这刀工还不错吧 我的刀法可还精湛 连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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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 把他们两个给我轰出去 小姐 卓公子和四爷也是好心的 撵出去 快点撵出去 那二位公子 赶紧走吧